大家好,今天这一盘棋是1964年,日本第四届名人战当了一盘棋 对对的双方是吴清源和林海峰 林海峰是吴清源的得一弟子,被人们称为是二没妖 说明他的棋非常有韧性 那么这一盘对局,这种韧性就有着很好的体现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吴清源是黑先行 白棋林海峰 黑棋一间高家 现在的围棋,白棋都是要飞压脚上的黑棋 实际上白棋往上飞 这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的下方 对待这个飞 黑棋普通,小肩或者小飞威胁这个冲断 实际上吴清源先挂脚 也是希望白棋小飞手脚 黑棋挡住 白棋贴住 黑棋往上长 白棋小肩 现在左下角定型 然后黑棋再走这个小飞或者小肩 发展,发展下方的这个空间 实战林海峰也洞悉了吴清源这种想法 先加工 先加工,搅上黑棋 黑棋肩底需要活脚 因为在左下角 白棋始终欠着一个小飞手脚 所以说在右边这个战斗当中 白棋要惦记一个先手 白棋没有走这个小肩 因为黑棋二路一搬 白棋退 黑棋爬 白棋长 那么黑棋呢 在脚上就获得一个先手 小飞进脚 那么黑棋的实地也非常不错 那么实战白棋往上长了一个 黑棋二路搬扎 然后呢白棋拖先 抢占这个小飞手脚 白棋这个天也可以考虑 二路一立 双方在左下角定型以后 林海峰小飞手脚 那么下一步 吴清源从这里扎定 并了一个 这一招期是七星的要点 吴清源对这种棋行的把控能力 没有人能比得了 有了这一招期 这一代的白棋的棋行 不太好补棋 如果白棋单纯的跳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拆印 先加强下方的黑棋 同时呢 瞄着将来这一代的小剑 如果白棋顶住 黑棋就团 白棋挡住 黑棋一刺 这是先手 白棋粘住以后 黑棋再拆印 这一代白棋的棋行啊 非常的重 于是对待黑棋这个病 林海峰 走了一个拆儿 避免黑棋这个拆印 同时呢 建立自己的根据 黑棋小剑 要分断两块白棋 那么这个小剑 让这一代的白棋 同样不太好补棋 如果白棋小飞 黑棋就会从这个地方 尖断白棋 如果白棋往上挡 当然黑棋是不肯走这个挤 白棋挡住 黑棋吃掉这三个子 并不满意 在这个地方 黑棋一定是强硬的搬出去 白棋断掉黑棋 黑棋一刺 照样分断白棋 有了这个小剑 白棋在这个脚上 已经摆脱不了 被黑棋分断的这种局面 余生的白棋在下方拖先 先抢占上方这个大场 看一看下一步黑棋 如何进攻下方的白棋 但是这招棋 从方向上有点问题 就是白棋 应该靠黑棋这个五右角 因为将来双方战斗的焦点 是在右边 黑棋搬住 白棋就退 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在这一带 加攻黑棋 这是积极的下法 实战白棋上方拆边 黑棋压一个 白棋退 黑棋从上方一飞 两块白棋都不火 白棋需要出头 白棋还不敢采取 这种靠压来出头 黑棋往下一立 白棋站住 黑棋小间 白棋还需要补气 下方的白棋这个棋型 还是不太理想 那么白棋 为了这一带的出头 靠压这个黑棋 黑棋顶住 白棋不敢挡 这个地方有断 白棋就往上长 黑棋冲出去 白棋再长 黑棋贴住 白棋再长 白棋虽然在这一带出头 但是黑棋得到了加强 那么下一步看上去 黑棋这个小飞 同样可以继续威胁两块白棋 但是实战 吴庆元并没有飞 担心白棋在这一带转身 因为白棋 有一个靠 黑棋冲 白棋就断了 这两个黑棋气非常紧 黑棋只有打吃 白棋反打 黑棋一长 白棋站住 虽然黑棋可以吃住这一带的白棋 但是白棋也甩掉了包袱 加强了中央 于是实战 吴庆元没有从车里飞 把战线给拉长 左边分头 那么白棋 右边分头 黑棋二楼一拖 问白棋的用手 白棋扳住 然后黑棋 从这个地方逼住白棋 白棋肩冲了一个 这也是常见的定型方式 黑棋没有挡 贴了起来 重视右边的战斗 白棋先靠 黑棋一虎 白棋一退 黑棋一立 这也是现在围棋的下方 下一步 林海峰从这里压了出去 要加强这一带的白棋 威胁这两个黑棋 但是这一招棋 稍微有点问题 这种白棋还是应该积极的 在这一带加工黑棋 先安定右边的白棋 至于这几个字 是可以死掉 白棋压在这 黑棋拆尔 上方的白棋非常危险 而且将来黑棋 同样可以从这个地方分断白棋 三块白棋都需要处理 于是林海峰靠了一个 也是想积极的整形 但是从实战的结果来看 对着棋并不理想 就是白棋应该跳进去 先把下方两块白棋先连在一起 白棋靠 黑棋扳住 白棋往上长 黑棋贴起来 下一步 白棋站住这个断裂 因为被黑棋断掉以后 这一带黑棋的幕术非常大 那么白棋站在这 下部要威胁这个断裂 黑棋先扳住 白棋二字头 白棋往外虎的时候 黑棋站住 下部要挖持 两个白棋 但是呢 白棋不敢站 一是气形太重 第二呢 被黑棋这一长 上下两块白棋都非常危险 于是实际上 林海峰以攻为首 先脱脚 威胁黑棋这个脚 黑棋护住 白棋退 黑棋加 白棋一路半 下一步 黑棋扑吃两个白棋 白棋先打吃 黑棋两路 这时候白棋 还不敢在这一带来杀脚 因为白棋有断 自身白棋气非常紧 于是呢 白棋捕捉这个断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白棋这个虎 似乎更合理 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 这一带的区别 实际上白棋站在这 这时候黑棋 再来坐活 这个脚 因为黑棋这个打吃 实施先手 黑棋活棋不成问题 白棋先挤了一个 黑棋站住 下一步 白棋必须跳出这三个子 黑棋先挤 白棋站住 黑棋连接 白棋呢 从这个地方 封锁黑棋 那么下周期 黑棋从这个地方 跳了一个 这也是七星要点 威胁这个断点 而且呢将来这个地方 还有冲断 所以说当初 白棋应该是 虎在这 那么白棋站在这 黑棋一跳 白棋不肯单瞻 捕捉这个断点 白棋就冲了一个 黑棋没有马上断 先冲 这是次序 白棋 不敢打 黑棋 马上就会断上去 白棋打吃 黑棋站住 这个地方有门吃 如果白棋 从这个地方 压住黑棋的话 黑棋 往下冲 白棋打吃 黑棋就往外尝 白棋需要站住 黑棋可以先冲一个 白棋踢掉 这个地方是假眼 然后呢 黑棋打吃 白棋站住 黑棋再一等 形成这个局面以后 下方的白棋还没有活 而且呢 这个地方还有冲断 白棋非常的被动 于是 对待黑棋这个冲 白棋不敢打 白棋只有长 先补住这个断点 黑棋冲出来 又分断了上下的白棋 白棋长 黑棋没有跟着长 白棋在上面越走越后 黑棋从这个地方威胁 冲断白棋 白棋不肯这样单关联机 还是以供为首 从上方压住黑棋 黑棋先刺 白棋粘住 然后呢 黑棋就扳 白棋扭断 下招棋 黑棋立下去 这也是一个棋型要点 黑棋这个立 强调下一步 黑棋这个压 是先手 那么黑棋立起去以后 白棋还是不肯这样单关联机 飞了一个 反击外围两个黑棋 这时候黑棋 再压 白棋跳 黑棋长 白棋站住 那么黑棋通过这一代的先手 自身得到加强 然后呢 吴清源就从这个地方 冲断了白棋 非常狠 这个时候黑棋有一个厚实的下方 是压住这个白棋 逼迫白棋连回 然后呢 黑棋打吃 这也是黑棋不错的一个选择 全盘非常厚实 实战吴清源 还是走得非常积极 分断白棋 白棋往外贴 黑棋这个跳 是要点 那么对待黑棋这个跳 白棋在这一代 不太好出头 如果白棋靠 黑棋就搬住 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打吃 白棋一尝 在这个地方 黑棋可以登吃 三个白棋 如果白棋普通跳的话 黑棋一双 白棋朝出去 黑棋这里打吃 这个地方还产生一个腕 白棋不能兼顾 于是白棋往下 如果黑棋 二路拐过的话 白棋往外一虎 威胁上方 三个黑棋 在这个地方 吴清源吓得一点不手软 大吃白棋 在这个地方 白棋不能沾 黑棋连接以后 白棋沾住 黑棋从外围封锁白棋 白棋在这个地方 只有和黑棋开紧 黑棋先踢街 白棋往上一吵 寻找劫材 但是呢 这个寻找劫材的方法 有点问题 就是白棋应该是靠 在这个地方 将产生很多的劫材 只要白棋靠在这 黑棋的劫材不够 大致是要连接这个字 然后白棋冲断两个黑棋 实际上白棋藏在这 黑棋一病 在这个地方 黑棋的劫材少了不少 白棋先踢街 黑棋这个冲是劫材 白棋断掉黑棋 黑棋踢街 白棋打吃 黑棋正安住 白棋踢街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再一尝 那么黑棋尝到这里以后 白棋不敢站 被黑棋踢掉以后 白棋找不到劫材 即使白棋来杀脚 黑棋都不硬 因为黑棋打赢这个劫材以后 上方的白棋全部死掉 所以说实战 白棋没有站 踢掉这个字 先消劫 黑棋断掉了白棋 在右边 获取了大量的尸体 这两个黑棋还没有死 白棋小尖了一步 下部黑棋先架了 交换了一招 白棋站住 黑棋小尖 封锁白棋 白棋跳进去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一加 白棋 一鲁斑 然后黑棋打赤 那么在这个角上 白棋还是没有敢和黑棋开截 因为这个截 对于白棋来讲非常重 如果白棋开截 黑棋踢掉 白棋找这个截 那么黑棋从这里一拐 上方的白棋全部死掉 于是实战 白棋放弃了这个打截 先从这个地方挖了一个 要在这个地方建立截材 争取了这一代白棋的出头 黑棋先踢截 白棋往上扳了一个 黑棋从这里一拐 那么至此 黑棋也消掉了上方这个打截 白棋也从这个地方来出头 至此 双方的战斗在上方高一段落 那么黑棋吃住这一代的白棋 从实际上来讲 黑棋优势非常明显 下一步黑棋还获得一个先手 从这个地方拆尔 看上去这个拆尔也是好点 但是当前局面下 这一招棋有点问题 黑棋最好的下法是这个小棋 毕竟这一代的黑棋气比较紧 那么退一步说 即使黑棋要在左边拆尔 应该是走这个拆尔 下部黑棋这里有小飞 这里有小飞 黑棋活棋不成问题 但是实战 吴庆元走这个拆尔 那么这时候林海峰 也意识到局面对自己非常不利 营棋的希望越来越丰盘 于是白棋就靠上去 那么对待白棋这个靠 林海峰在以后的回忆当中 就曾这样说 当时觉得白棋已经失去了信心 没有去生的希望 于是白棋就靠了上去 舒棋什么棋都敢下 司马当火马医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白棋居然给林海峰带来了转机 白棋靠上去以后 吴庆元选择的是三路一班 这一招棋黑棋最好的下方往上一吵 正确把中央的黑棋连起来 白棋同样没有取胜的机会 黑棋三路班 白棋反班 黑棋打吃 白棋往上一吵 那么下招棋的黑棋一立 捕住这个断点 那么这一招棋是一部问题 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应该走这个小间 先把这一袋黑棋的气先宽出来 至于左边的黑棋 白棋也吃不干净 那么实际上黑棋立在这 下一招棋 白棋从这个地方竟然贴了出来 黑棋只有长 白棋贴 黑棋再长 白棋继续贴 黑棋再长 白棋再贴 黑棋再长 那么下一招棋 白棋从这个地方一拐 要分断左右的黑棋 这里的黑棋实际上棋比较紧 如果将来被白棋小间的话 杀棋看不清楚 那么黑棋先跳了一个 要继续宽气 白棋一飞 黑棋走了个小间 还是要威胁这一代的白棋 但是这个小间 是这盘棋吴清源的败招 这种黑棋 还是应该从这里跳一个 黑棋的气眼非常的长 而且和左边的黑棋 基本上已经取得了联络 那么黑棋小间在这 白棋一打吃 左边的黑棋就比较危险 那么下周期 吴清源从这个地方 断掉了白棋 紧接着就要出动 这三个黑棋 吃掉这一代的白棋 但是白棋 从这个地方先挤了一个 黑棋站住 白棋从这个地方挡住黑棋 这三个黑棋出不来 白棋已经活棋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的进攻 一无所获 关键是白棋挡在这里以后 这一带黑棋的气开始变迹 如果再被白棋小间的话 两块棋的对杀 黑棋的气不够 于是黑棋只有通过这种托来收气 白棋先扳了一个 黑棋一顶 白棋断掉黑棋 黑棋二路扳过 白棋粘住 下一步要扑吃三个黑棋 黑棋先踢截 白棋一断 这是劫财 黑棋打吃 白棋踢截 黑棋把这三个子粘回去 那么在这一带的收气当中 黑棋落了一个后手 白棋一瓦 这是收气的一个手劲 黑棋打吃 白棋在这个地方没有断 从这个地方先挡住黑棋 黑棋先唬住这个断点 白棋打吃 黑棋踢掉 白棋开始收气 黑棋团了一个 白棋挡住 那么下一步 黑棋不得已 要从右边的收气 白棋先站住 黑棋收气 那么在这个地方对杀 黑棋可以快一气 杀掉白棋 但是呢 黑棋落了一个后手 白棋开始动手 威胁左边的黑棋 黑棋往下冲 白棋挡住 黑棋踢掉 白棋站住 黑棋只有跳出去 白棋还要在这个地方 要靠短黑棋 黑棋扳 白棋退 黑棋一虎 白棋拐了一个 黑棋再一场 下一步 白棋往下一跳 又开始威胁下方的黑棋 黑棋先扳 白棋扳住 如果黑棋虎的话 白棋可以靠下来 如果黑棋 靠住白棋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还有打持 于是呢 黑棋在这个地方采取了非常规的下方 先断 白棋 打持的时候 黑棋套一步 紧接着黑棋要从这里打出去 白棋一跳 然后呢黑棋打持 白棋踢掉 黑棋一跳 开始扩大左边黑棋的眼力 白棋站在这 下方的黑棋还不活 黑棋二路斑 白棋虎住 黑棋一立 白棋又从这个地方贴出去 先分断左边黑棋和右边黑棋的联络 那么黑棋往下 也是积希望于从这个地方分断白棋 然后呢冲击这个断点 林海峰靠了一个 这是局部的好点 黑棋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分断白棋 然后呢黑棋先搬了一个 白棋搬住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没有和右边的黑棋取得联络 于是呢黑棋先冲 白棋挡住 黑棋断掉白棋 白棋站住 当白棋夹在这里的时候 吴清源 中盘 投的认出 因为两块黑棋都没有和 如果黑棋在这一带作演的话 白棋 二路一点 下方的黑棋死定 也就是说两块黑棋 总有一块被杀掉 最终的这盘棋 林海峰逆转 中盘战胜了吴清源 中盘